这个构成细胞的有机物质叫做维生素 它是有机物哦 好那维生素 因为它的英文叫Vitamin 所以有人把它翻译成Vitamin 就音翻音译过来的 它可以调节生理作用 而我们动物大多数无法合成 因为维生素是有机物 记得我们是一因者 你没有办法产生有机物 你都要吃别的有机物 所以你无法自己合成有机物 但是有例外 因为我可能把有机物A转变成有机物B 再转变成维生素呢 有机会就是维他命维生素D 维生素D是我们党固醇的衍生物 我们的身体的皮肤 晒得太阳和紫外线 紫外线晒到太阳 紫外线晒到皮肤 你皮肤会产生某种酵素 这个酵素会把党固醇转变成维生素D 而维生素D帮助你骨质的吸收 所以如果你肩骨质疏松 通常医生会开钙片 要你多喝牛奶 多运动 运动的重力会压破你的骨骼 让骨骼生长比较密 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叫做多晒太阳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骨质疏松患者 你看医师的祖父 多喝牛奶多运动 多晒太阳 多去户外走走 因为晒太阳会有助于维生素D形成 维生素D可以帮助你形成 钙离子的吸收 就让骨质比较多的疏松 好 那维生素好多好多种 其中有13种是我们常见的 包含维生素A D E K 它是脂溶性 剩下的全部都是水溶性 所以一般我们在摸考试 会建议你只要记 A D E K 这四个就好 这四个是脂溶性 其他全是水溶性 脂溶性如果吃多了 没办法排泄 会中毒 所以如果你在吃营养补充品 如果有维生素A D E K 不适合吃太多 但是维生素B群啊 维生素施养 吃太多了 水尿排掉 尿变得很黄就排掉 就没事 它不会累积 好吧 维生素是有机物 它不是提供能量哦 它是调节生理作用 以上是维生素的介绍 好 那我们后面来找几个例子 维生素B群好多哦 大部分都当辅酶 辅助酵素进行吹哑反应的 那很多人说吃维生素B群 你今天会比较有精神 因为这些辅酶会帮助你的生理代谢 好 这边就给大家看一堆 我前一上有列出来 那这些都张参考 没有要你背的 好 那其中胆数啊 形成乙烯胆碱 这我们之后在神经会学到 维生素C可以抗氧化 也跟胶原形成有关 所以它会帮助你红鱼球生成 跟抗氧化的 这是水龙性 那子龙性呢 维生素A 会跟你的视觉色素有关 形成四指值 让你看清楚 所以维生素A不足的时候 晚上会先看不清楚 叫夜盲症晚上看不见 再严重者就是失明 再严重者就是致命 维生素D呢 我们刚刚之前说过说 维生素D会转变成另外一个物质 来帮助钙的吸收 它是人体唯一可以自行合成 展固成经阳光产生酵素 活化酵素而且产生的 如果维生素D不够 小时候钙质吸收不好 小时候叫做寇楼症 就是小朋友长得很安孝 而且变弃 因为骨质不够好 但如果今天是大人的话 就是骨质输送 那维生素A呢 维生素A其实不足 通常不会引发疾病 但目前认为跟某些 不明症有点关系 所以是有相关 但是因果还不确定 维生素K是跟血液凝固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是因为维生素K不足 而造成血流不止 好像血有病 但却不是遗传疾病 是营养不良 只要补充维生素K就OK 自豪 所以各种不同的症状出来 你要判断它的病因 才能对症下药 以上我们就把维生素讲到这里 就是有机物的最后一个分子 维生素我们就刷着咯 好